志文強奪警棋 小三夫就是這個警察 他在喝醉酒的時候 就嗆說要開槍幹掉他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這麼久的事現在爆出來 可是如果這麼久的事 這個警察曾經有這些怨言 我想陣風系統都沒有往上報 都不知道嗎 這樣子的超市首道德可以用嗎 所以大家都在問 還有聽說 他在當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處長 還蓋了個別墅小木屋自己住 現在這個別墅小木屋 變成了資料室 放放資料堆東西的文字管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 我們看看相關報道 這東西在陽明山上的兩層樓高別墅 就是夜市文挪用千萬公款所蓋的私人招待所 紅樓外墻外觀相當典雅 室內擺設只有簡單的Joy 看起來很久沒有人進出 為了在陽明山深山中環境相當清幽 今天二十多年 如今卻成了資料庫 沒有啊 這一棟就是81年夜市文擔任洋館處處長 一上任就施資千萬萬打造的別墅 一點兒都不必嫌 不過夜市文誇張行進還不只這樣 花大錢蓋別墅 但一旁警察宿舍漏水 他卻以經費不夠唯有拒絕修善 真的有收費嗎 1800萬是傷害嗎 鏡頭前面只高氣昂 而他平時帶人更是囂張跋扈 甚至還指揮管理處工友 到他的天母豪宅當清潔工 讓陽館處的職員都敢怒不敢言 隨著避安曝光 夜市文的誇張行徑 也跟著攤在檯面上 請問陳佳浩哥 我台北報導 那向大家報告 夜市文這件案子 爆發到現在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現在國民黨動手了 國民黨的考驗機會 通過開除夜市文的黨籍 把它開除了 除了這樣子以外 那現在行政院也表示 內政部也表示說 夜市文是謀犯公務員 你這個資格 要把它注銷 還要追繳他五萬塊的獎金 你去到什麼事 然後這樣就切割了嗎 我覺得這真的很好笑 其實如果按照剛才中英議員講 五萬塊獎金 他們一個晚上喝花酒搞不好都不夠 不夠不夠 看起來是不夠 我一直說 兩個人要去框 就三萬四加上一瓶酒 兩萬多 就已經超過五萬啊 如果那時候的內政部長 加上一話有收到檢舉函 都有把它給正鋒去查 那其實是 這個小木屋什麼時候都蓋的啊 這不是營建署的時候欸 這是他在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處長 這個小木屋不是酒欸 酒是喝完了就不見了對不對 小木屋是蓋的 到現在還存在 沒有人要去查 楊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沒有正鋒嗎 營建署沒有正鋒嗎 不會去想說那這小木屋是怎麼來的嗎 這真的很棒欸 你看到那個古木屋扶書 學士 你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可以隨便蓋一個東西嗎 公公家自己蓋沒關係啊 對啊 因為公權力只要手上 還有一個人可以蓋 劉正慈可以蓋 對啊 可是劉正慈最後也被查啊 被拆了 也被拆了 對 那因為是我們這個東西有人去查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在那裡那麼久 正鋒人員都不知道嗎 剛才委員講說 夜市中午來備詢的時候 喝個醉醺醺醺醺的 那正鋒是跟他們一起辦公 中午沒有看到他出去應酬嗎 江一話如果我都拿到檢檢舉函 詢是很有趣欸 江一話之後誰接他當內政部長 李鴻源 李鴻源竟然說怎樣 欸他不知道欸 他不知道欸 難道內政部的正鋒是不會跟部長報告說 欸這個人有問題嗎 喔現在來個馬後炮說什麼 預防性調子 我覺得鄭文燦應該要求 桃園預防性調子把縣長先調子啊 否則欸你現在掉下面這些人 那我們怎麼知道你縣長跟副縣長有沒有關係 你縣長跟副縣長的關係是什麼 我覺得吳志陽今天在抱怨說 啊大家都不跟我說 我覺得情有可原啦 吳志陽講的是什麼 如果這個房子早就蓋了 如果連政署已經盯他四年 許是那個古都 古都這個日本料理 他去的那麼多次連政署都在外面拍 都看到什麼進去 一個人吃飯出來以後 公司包或是這個公文袋 鼓鼓的 當時為什麼不抓 為什麼在桃園 我只知道吳志陽在抱怨這個 可一個當一個縣長 如果你下面的副縣長 其實不是工友欸 不是科長欸 是副縣長你親自找來的副縣長 都搞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縣長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覺得他不應該參與這個選舉 他不要去尋求連任啊 有什麼資格做做這個事 不過他還是要連任 一定會衝連任 為什麼 因為已經開始在跑連任 所以有看到說 有人跟我講 那我記得劉文雄也講過這麼 說在桃園啊 看到很多要選舉的人啊 那縣議員啊 要選市議員 現在叫桃園市議員 都掛到布條欸 說我們縣長吳志陽沒有草地皮 都掛到這個布條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的縣長吳志陽沒有草地皮 應該是副縣長吧 那時候有問題是副縣長李潮汁 副縣長李潮汁炒地皮 我們縣長沒有草地皮 這句話到底是在捧縣長 還是要諷刺縣長 那以後是不是要我們縣長 沒有收遠雄的什麼會快快 所以以後 可能會有布條掛出來說 我們縣長跟遠雄不熟 是不是會這樣 我不知道 這個是劉文雄講的 不是我講的 但是我要先讓大家看到 今天自由時報 開除夜市文 他說你國民黨不如開除無能自養 這麼的無能 這麼的不知道 連這個都還在告訴你 這個縣長幹什麼的 第二個他說 又吃又喝打敗不吃不喝 這什麼意思 又吃又喝的夜市文 他有很多的豪宅 他的豪宅漂亮的不得了 漂亮到你看了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講的 你看他的豪宅這麼漂亮 裝潢的這麼漂亮 裝潢後你看 夜市文131坪豪宅射曝光 電視是80吋的3D電視 結果呢 這個又吃又喝又拿又有豪宅的 打敗了不吃不喝 什麼叫不吃不喝 年輕人 不吃不喝沒有能力買房子 好不容易要買哪個合宜住宅 還要被你建商跟官員合起來 把它抬高價碼 然後再吸了這一些弱勢青年的血 等於何於住宅如果貪路就是吸年輕人的血 所以年輕人的講說 又吃又喝打敗不吃不喝 國動 年輕人真的在憤怒 真的在憤怒 的確確在公共系統有這麼一個生態存在 我想如果說這些首長或長官不了解 或是不去試圖把這個不良的文化做一個解密 或是做一個剷除 我覺得就是不負責任 尚起手後下必重置嗎 就是說 其實你看這些喜歡在一起 不管是車、嫖毒、民的 大部分都 我剛剛講都有文化 有個習慣物以類聚 所以 為什麼我在立法院那麼久 我在內政委員會 說不定要比起碼還久 因為當書長的時候 那時候廖廖當部長 我那時候就在內政委員會 我當作招委 但是我跟他 奇怪 五年不熟 為什麼不熟 可能頻率不盡 他一看就知道 這跟不一樣 很奇怪 所以他 有好看也不會押我 我說實在 那我也不會去拜託他 不應該拜託這個事情 所以相處五年 關係就是很普通 所以你剛剛講說 就是說 沒有關係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有關係就依法好辦事 就沒關係 對 有關係就沒關係 依法好辦 沒關係就有關係 所以 如果沒有關係 就依法辦事 就是說 如果你看他沒有關係 一切都依法辦事 如果跟大家是有關係 就依法好辦 就依法好辦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所以 其實 這一次 歷經這麼大的一個 可以想想衝擊 我們知道 陣風 主計 人士 雖然都在一個 單位裡頭 可是 他們都是一條 邊嘛 是上級長官 就是說 你陣風是上主 法務部這樣下來 那主計 跟人事 都是從中間一線下來的 所以其實他跟 那個單位 就是說他現在在上班 住宅那個單位 可能 沒有很直接的同屬關係 是有監督關係 沒錯 可是就像剛剛 跟我們好幾位 歸民辦公國政所說 因為每天在一起 我們講 我不能講日久生情 至少是同事 那有些時候 如果 如果一直不見 就會航線一切 所以 但是我再次強調 其實他們這些 都有機會可尋 已經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應該 不只是不務短 會不會辦到底 不只是不務短 要藉這個機會 把這些獨留剷除 不然的話 裂壁會驅逐良壁嗎 這個文化不改的話 永遠是我們的痛 這樣子嗎 不過 如果辦到底 我相信大家都贊成 一定要辦到底 但是會辦到底嗎 我們要先從內政部看起 營建署 直屬的長官是誰 內政部嘛 部長是誰 前面那個部長 叫做李鴻元 不過李鴻元他說 好 這個營建署 有關 連連政署 在查營建署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 甚至 他逼退夜市文 要提早一個月退休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做一個部長 做一個部長 要叫一個部長 退休的 不知道什麼理由 有可能這樣嗎 有 發生了 已經發生這麼一件事 為什麼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我們看看相關報道 天四月 一夜市文退休以後 然後有幾個朋友 說要歡送他 很單純的歡送 這個夜署長的一個場合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建商 回想和夜市文在古都吃大餐 李鴻元陳欣強調 一切沒問題 卻也意外再報 政院內幕 加強李欣傑犯外外篇 確實是沒有收到任何 關於他的黑汗 那我就請問院長說 那原因是什麼 那院長跟我講說 那不能告訴你 那我想說你不能告訴我 所以我最後也跟夜市文講說 很抱歉我 這個院裡面希望你提早退休 但是原因呢 我也不清楚 江一華逼退夜市文 李鴻元完全被猛在鼓裡 看看時間點 早在內政部長期間 江一華就接獲檢舉函 但101年2月 換李鴻元接任 江一華卻沒交接 隔年4月 江院長再接到檢舉函 六月下令夜市文走人 檢舉函內幕江一華不僅瞞了李鴻元 就連當時長官吳敦毅也通通不知情 但終究只包不住火 夜市文被逮了 江一華趕緊往荒陽捕牢 涉及到調整職務的需要 即使市政還不是十分明確 也要做必要的預防性處理 以免發生重大弊案 傷害政府的形象 五號行政院會會將一華緊急下令 只要接獲檢舉 必要時應該將封平查的官員 預防性調職 而夜市文弊案後座力大 國民黨考計會不得不緊急切割處理 但比一比當時林醫生遭羈押 當天就被開除黨籍 南投縣縣長李朝青也是羈押當天被停權 還有賴蘇如被收押兩天後也停權 但反觀夜市文卻是七天後 國民黨才開閘 明顯慢半排 夜市文弊案連環報 就怕斷送自己政治路 不僅國民黨緊急切割 也讓長官江一華李鴻元 心結再度攤在陽光下 三立新聞成立國王教委特報道 為什麼內政部長李鴻元 對於營建署長夜市文 他要提早一個月退休 竟然說不出理由 是因為江一華交代他 你就叫他退休就對了 連理由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看 架空據告知 江一華架空旅遊員 而且拒絕告知旅遊員 有關夜市文要提早退休的理由 江一華懷疑李鴻元有鬼 詐懷疑他有鬼 他可能不告訴李鴻元 意思就是什麼 尤其政風是 內政部的政風是 照理講要跟部長李鴻元報告 結果他不跟部長報告 直接跟行政院院長報告 也就是他們懷疑李鴻元跟夜市文 是幹嘛到底 是共犯的 是不是這樣懷疑 所以難怪李鴻元 起碼沒辦法 會不會這樣子不知道 但是整篇的報導 有這個質疑 這怎麼辦 我覺得坦白講 鄭鋒是假如說跟江一華報告 那還是小事情 我是怕檢調去跟江一華報告 有 已經報告了 因為他已經 之前就已經監控 夜市文好幾年的時間 趙董事長也是好幾年的時間 江一華院長 其實他在擔任內政策部長的時候 應該就知道夜市文 我說得不好 夜市文找人怎麼 你趁拆去問就知道了 這個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不要讓他放碼 或怕說出事了 他還在切割說 他早就知道怎麼樣 早就知道 你為什麼不查呢 對不對 這些夜市文的評價 其實就是業界 大家都很清楚 從A7 甚至到福州 到整個這些重大的 這些政府採購工程裡頭 夜市文所扮演的角度 所以檢調應該要趁這一次機會 好好地去查 所以我說為什麼 很奇怪的就是說 你被政風提報那麼多次 最後你還頒給他 模範公園 那不是你送他一個免死金牌 說應該跪跪的 大家都刷刷了 誰知道說去桃園園的時候 會被這個 連政風提報說真的要查夜市文 所以坦白來講 我認為這件事情 假如說只有一個夜市文 那還好處理 那其實這個怎麼會只有一個夜市文 就能夠把整件事情搞定呢 裡面是不是有像類似菜人會的角色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你在所有的合約住宅的表 這都幾百塊 我們現在五六位大家在繳稅 我們都繳不去 大家都在那裡 在繳稅 你看這個合約住宅 評審的名單 11月裡面就掌握六位 其他都是這些營建署 他就是夜市文的下屬組長 這些部署 那這個都不用查嗎 那夜人會會 在幾乎所有的重大標案裡頭 大家不要忘了 桃園航空城 蔡仁會還是區域計畫委員會的 這個審議的委員 他也是專案小組的成員 大家不要再講到他說 那夜人蔡仁會他扮的角色是這樣 那難道回頭來看桃園縣政府 那真的都沒關 你認為真的沒關係嗎 吳智陽可以撇一乾二淨嗎 我找了一下 這一個 內政部營建署 專案小組會 就是在審讀桃園航空城的計畫裡頭 出席的名單 大家看看 桃園縣政府的葉思文 他是副縣長 另外一位大家不要忘了 這個 吳智陽就賴不掉了 桃園縣政府的顧問叫李維蜂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吳智陽的同學 同學 對 所以你說吳智陽沒有要炒弟弟 你們 什麼巴德合約做的 那些人說這些都小事 桃園航空城 四千五百多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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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至少他的規模幾倍 至少他的規模 至少是兩千倍以上的一個規模 桃園航空城的計畫 這個不是草地皮 什麼是草地皮 對不對 那你說 你桃園縣政府的李維蜂 他是學土木的 他都不認識葉世文 我就不相信 對不對 那李維蜂跟葉世文 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個要講清楚啊 對不對 也許他的家人 跟葉世文無關 但是你用的 這個包括桃園縣政府的李維蜂 顧問是你的大學同學 你在土木界也混很久了一段時間 你會搞不清楚 所以葉世文到底是什麼人 那桃園縣航空城 所涉及到土地的變更 為什麼機場從南側 原來的航空 這一個海軍的航空空基地 把他北移到北側的跑道 那這個李維蜂你不知道嗎 葉世文不知道嗎 蔡仁惠不知道嗎 是重複這些名字 在這些合宜住宅 在這些重大大標案裡頭 有那麼多的葉世文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你就撇了一乾二淨 講說我這個葉世文 我當時就收到他做了 這樣就算了 合宜住宅裡的政策 是這樣追究責任就結束嗎 合宜住宅裡的政策 到底是誰定的 就是吳敦義院長 在健全房事專案裡頭所定的一個案 他當行政院的政策 他在行政院裡頭所定定的案 你去看所有的這個會議資料裡頭 所有的會議資料裡頭 院長指示 院長都在行政院開會裡頭指示 合宜住宅怎麼樣 連包括福州合宜住宅的圈地的原則 都是林仲申訂的 都是林仲申說跟他無關 所有的計畫原請 你去看營建署的報告裡頭 全部都是院秘書長指示什麼 院秘書長指示什麼 吳敦義院長指示什麼 幾乎都是營建署 直接就向行政院負責 所以葉士文 我的意思是說 葉士文只是小卡 你說一個葉士文 可以指索這天 合宜 福州 巴德 他可以這樣欺上瞞下這樣搞嗎 假如上面沒有人包庇 沒有人在包庇葉士文 敢這樣膽道妄為嗎 所以為什麼 趙成熊熊董事長在講說 這個給錢小事情 因為上面講好 你下面你不用錢打點 你下面怎麼處理 他說這種事情 王子解決就好了 不會給大家困擾 比較多大家困了 不過這句話大家還是在問說 不會給大家困擾 是不會給這些長官困擾 不會給這些官員困擾 所以大家趕快來保護我 還是說不要給這些建商困擾 這個有主動跟被動的困擾的問題 那我們看看這個 這今天的時報週刊 他說 退休前一個月 轟業下台 A7有鬼 將一化 早知道 早知道 這句話有意思 早知道 可是他至少也要跟柏公 吳伯伯雄點一下 要跟吳智陽點一下 都沒有點 讓他跑去當福縣長 許醫師 這跟吳智陽昨天接受訪問 吳智陽在抱怨什麼 連政策署在陽岸 你將一化早知道 那你連政策 四年已經跟蹤了四年 古都每天在那邊拍 那你為什麼 在桃園的時候才開這個花 我覺得李鴻元今天也是覺得 你家英化那時候 不是接到檢舉寒 那為什麼我不知道 然後你 家英化早知道 那為什麼吳智陽也不知道 當然李鴻元吳智陽 當政治人物都有問題 他們都有他們責任 可是許醫師 真的很有趣 整個事情 江儀化都知道 那竟然會在桃園開 所以難怪吳智陽認為 他被 是不是被江儀化 現在我不知道 是不是被剪掉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似乎從他 昨天講的話裡面 他是有這個埋怨在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他是在埋怨 不過這句話 他是蠻失言的 他說說 我都不知道 當副縣長是副手 最重要最信任的人 每天要跟你開會 吳智陽本身 在隔壁的 中越的另外一棟房子 也有一棟房子 中越大吳江 中越大吳江不是夜市五間去租來的 中越大吳江這個是 他那個大樓都是比較屬於豪宅等級的 所以他 他建商本身是要求住戶不得出租 建商留了四戶 那每一戶都120坪到130坪 平均價位是在5000到6000萬 裝潢就花了1000萬 那這個房子是跟桃園縣政府5000租約 他秘書處負責辦招標案 今年的1月才辦 1月24日才決標 一年租金是44萬 一個月平均是4萬不到 那 可是這個是完全違反規定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那個人事行政局 幫那個縣市首長或副首長 租關設的要點 他要第一個不能超過45坪 不能超過45坪 這130幾坪啊 對啊 第二個 也要看看裝潢是否合宜 我這裝潢花了1000萬 然後 要再來 他是要實地 因為是副首長住的地方 當然要報給首長知道啊 你的副首住哪裡 你可能不知道嗎 簽約不是夜市五魂簽約喔 你的意思是說 吳智陽不是那麼的笨就對了啦 他的副首住哪裡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知道 他是很聰明的 這個 這個佑杰建設 跟那個縣市政府簽約 佑杰就是中越的一個子公公司啦 那換句話說 他是拗這家 他對遠雄就敢拗 對中越也敢拗啊 一個是拗 一個是拗錢 這個是拗那個房子來 低價承租給他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吳智陽 他可以一句不知道 真的是 我是覺得副首齁 他這個 我當然 會不會是 照理講 江儀化跟吳智陽 一通電話就可以通啊 說欸 館長 我們都在港東台 我告訴你這個人不可以用 如果 江儀化 不能打電話給他嗎 除非江儀化 對 吳智陽 完全不認識 如果他認識 他知道說這個傢伙 是被迫 離開 對呀 江儀化 這個心機很深 要設計 吳智陽 會不會這樣 不合常理 這個不合常理 不合常理 坦白說 那會不會設計 李鴻元 有可能他跟李鴻元不合 還是說因為鄉儀 又有可能鄉儀不好的意思 所以別說了 這樣 個性 我講 我補充好了 江儀化的個性 他非常 謹小慎為 他如果說要講 我想他有可能會跟總統報告 可是你看 連李鴻元當內政部長 他都跟他講不多 他怎麼會去跟吳智陽講 我的解讀 吳智陽這樣講 這些話 他內心的那種感受不好 有沒有抱怨 有當時有抱怨 其實他講的是連政署 但我的感覺 他是要抱怨中央 不是連政署 連政署只是一個方向而已 連政署也中央 你沒有說 所以 你沒有說 你前置單位 或是司法單位 他不能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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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資格抱怨 沒有資格抱怨 我認為他沒有資格抱怨 您的行政 當位也好 他有他的考量 如果說當時有沒有仰岸 我們可以講 我們當民進代表 可以說你怎麼可以仰岸 因為他是當事人 但是他可能有點氣急 你敗壞 搞不好連政署都還在查無資陽 副市長 副市長 當過代理市長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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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首長最重要的 左右手 沒可能 不知道 怎麼可能 還有一個副市長 一定要去 多幫 你要用一個人 甚至你是要打電話 去問人家 怎麼會說他有沒有問題 其實一般公司 是在應徵高階主管 那種獵人頭公司 他都要履歷表 前一個工作者在哪裡 那主管要打電話 問前一個公司說 這個人在公司的情況 表現好不好 前一個公司如果說不好 好不好 這個就是會 這個我們都沒有碰過 我們律師事務所 要用一個律師 我們都會問他說 你之前在哪裡 就問前面那個律師事務所 同樣道理 從我的律師事務所 離職的律師 他到別的一個事務所 那個事務所打電話問我 徐律師 這個律師為什麼要離開 你們辦公室 我說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住家 這個律師很棒 棒我們就跟他講棒 不好我就說 普通普通 人家都聽得懂意思 這個都不知道嗎 因為律師手是很重要的 就是第二號 第二咖 你所有事情都授權給他 所以伍智陽說他沒有 別人都沒有跟他講 那這個現在講當家的嗎 這個其實很簡單 只有一個道理而已 就是葉順上面朝中有人 而且這個輩分是高過江一華院長 很多人推薦他 我想說這個東西裡面 我跟徐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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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政務長其實是內定 descon落的部長 後來因什麼 他 當時他要用的儒健所事長 其實他有去徵選過適當的人選 那個人我有認識 後來因為就是為什麼 因廖峰德不姓往生 由政治津津來升任部長 才由廖到部長去找他的同學 去出认这个意思 但是这些东西里面 我回过头来 其实吴智阳县长 不应该昨天讲那种话 我觉得他应该 现在最迫弃我们来看到 是要反攻自行 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陶宇院建政委 要做什么样的措施 千错万万错 一定错在自己 本身应该是人不明 那为什么是人不明里面 徐医生你也很清楚 我们都当过议员的人 这封锋处处里面 所有的公文里面 因为他的预算是 编在桃园县政府下面 对 他必须所有的公文里面 必须迁到县长那边去 所以经过县 到县长核定以后 要经过什么东西 经过副县长 这个所有的东西 你们在副县长那边 就全部都看清楚 所以看光光 怎么敢写他不好的东西 所以大家知道 这整个问题出在哪里 刚刚郭正告诉大家 不过 除了江湖化 是不是在怀疑李洪源以外 我们也要问 朱立伦吴志阳是否设案 罗云学说 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人没有设案 他有没有设案 人家现在连阵署正在查案 结果罗云学说 没有关系 无关 换句话讲 现在所有的法律律人 都在问一句话 罗云学有没有指挥办案 司拐会说踩到红线 因为法务部长是不可以指挥个案 可是罗云学显然的已经在指挥个案 不但指挥个案 而且对个案在发表意见 这是我们的法务部长 您能接受吗 接下来我们就这一部分 要跟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